這個部分沒看到的話 可以在那個雲端上面 我們的那個雲端 然後應該知道位置吧 然後裡面的話找到那個Excel的部分 雲端白板 我要把它放在這裡 你打開來 其實剛剛的程式 就兩行 就這兩行 這一行 OK 其實比較關鍵就是這個地方 Network前後要加這個 加一個信號 等於信號 跟這個後面要加一個信號 也就是說 這個是關鍵字查詢 也就是說在篩選裡面它叫包含 那第幾欄 查什麼資料 接下來的話如果要復原的話很簡單 差別就是後面如果不帶任何的條件的話 那其實就是所謂的恢復原來的狀態 OK這兩段 接下來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把它復原之後 你想說 老師我希望可以怎麼樣 可以做出 這個關鍵字查詢 比如說我想要針對 B欄 這個提名 我只要下一個關鍵字 他就可以 幫我把我要的資料 給帶出來 比如說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 徐志摩 徐志摩 與 陸曉曼的 情愛故事 世界 OK 然後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找那個徐志摩 應該會找到這本書 如果我今天 輸入一個什麼 假設我今天 希望有一個功能 點下它之後 它可以跳出一個 這個輸入的框框 我把資料輸入之後的話 他就自動幫我把資料帶出來 這樣該如何設計 接下來的話 因為這個 這個按鈕功能 我剛剛把它刪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寫 接下來如果要寫這個 程式的話 第一步一樣先切到那個 Visobase裡面 然後呢 我們就是 把剛剛的 這兩段 我先把這個 兩段程式 第一段在這裡 第一個按鈕 那至於做按鈕的話 請各位自行在把那個按鈕 利用 開發人員裡面 插入按鈕 把它加上去了 然後 我們這個 篩選提名 篩選提名的話 那我直接拿上面這個 來複製好了 比較快 Sub 然後呢 篩選提名 Enter 後面就沒有加個 O 那接下來的話 特別注意 因為我需要 讓他輸入一些 關鍵字 所以呢 我就在 第一行 跟前面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多一個 X 比如X這個東西 等於什麼呢 後面的話 如果要讓他輸入資料 你可以打 Input Box 在VPA裡面有一個叫 Input 打錯了 Input Box 那這個Input Box的話 實際上就是什麼 他會跳出一個框框 讓你可以輸入資料 你可以跳 訊息之後 在上面的話 給他 一個 訊息提示 OK 那就跟他講說 請輸入什麼 請輸入那個 提名關鍵字 OK 所以這邊的話 請輸入 提名 或者書名之類的 讓他知道說 這個東西要 提名 關鍵字 或者關鍵字詞 也可以啦 讓他知道一下 然後打 驚嘆號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 按 後瓜鼓一下 這樣的話呢 就會 跳出一個 空空 然後呢 他就會輸入一些資料 那輸入資料之後的話 就把他這個 他輸入的資料 就放在X裡面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怎麼樣讓他 可以 變成關鍵字查詢 那其實你可以把 上面這段程式 複製一下 其實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偶的前面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針對第二欄 去查什麼呢 查那個Network 的話 單一個 關鍵字 那其實 需要改的地方就是把Network 改成X 就可以了 OK 那特別注意 因為X是個變數 所以如果你要把X放到Network裡面的話 需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必須要把它那個字切開 然後把這個 變數串在中間 所以如果你要做這個串接動作 第一個 請你把 Network先選起來 一般習慣是先輸入兩個雙引號 為什麼兩個雙引號 因為本來它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一個完整的文字 那我兩個雙引號的話 表示說呢 我把它切開來 也就是說 一分為二 前面 這個是 第一個文字 後面是第二個文字 中間要加什麼 中間就用ANDAND去串接 然後把X放在中間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輸入X 這樣就OK了 最後記得 把AND前後加上空白鍵 因為這個跟英文的 英文的書寫 差不多意思 因為英文字跟字中間會有空白 因為AND AND它只是一個簡稱 這個文字AND這個變數 然後再AND這個萬用字元 然後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剛剛 另外還有一個 訣竅 我是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以後要串接 因為串接好像對我的同學來說 是比較不容易理解的 如果你不容易理解 有個訣竅 你乾脆記那個 口訣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X就好 這樣也可以 以後把它串 就兩個雙引號兩個AND 然後呢把變數 放在中間 這樣子 最後呢記得 把AND再把它空白 這樣也可以啦 OK 你也可以記口訣 好 那做好之後的話 最後 執行看看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 想要找那個誰 找徐志摩 這邊徐志摩說多不多 執行一下 OK 有沒有他執行的話 這個inboard bounce跳出來了 那你這個地方就可以輸入那個徐志摩 比如我要找那個 有沒有徐志摩的書啊 然後呢 按下確定 理論上的應該徐志摩就跳出來 不過這一本書 有沒有OK 那另外可以把它復原 如果你還在找誰 比如說你要找那個什麼 冰心 有沒有 學校有沒有買冰心的 相關的書籍 一本 奇怪 復原一下 諸如此類的 你們可以利用這個關鍵字 就可以再去做查詢 理論上 其實不會耗掉太多的 力氣 其實主要就兩行程式 所以剛剛主要第一行就是 請輸入什麼 這個 提名關鍵字 然後 把關鍵字放在X 然後再把X放過來 這樣就可以把資料查出來了 再配合 復原 我們就 完成我們要的結果了 有沒有OK 所以喔 第一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再把這邊呢 做成那個 關鍵字查詢的部分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是 剛剛寫的這一段在這裡 所以在雲端白板裡面的第 九頁的地方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